矮人 带下去带下去 全部奸压 稳后处置 陛下 如今藩王们已经纷纷上书奏请皇上 严查太子纵兵掳掠重王府 斩杀辉王之事 若是陛下不拿出一个态度 只怕天下藩王会心存不满 若是再度引起当年禁难之事 可是大明之祸呀 唐国座 你抽哪门的疯啊 英国公 事关大明兴衰 下官也不得不犯言直见了 皇上 皇上 河南孙传庭都师派来七百里加急 轰灵即使 就在五门外后止 七百里加急 那你还待着干什么 赶紧传信使禁殿 祈奏皇上 陈中军副将孙之秀 奉都师大人之命 送来紧急奏章 十万火急 孙之秀 前方到底出了何事 殿下 您刚刚离开甲县数日 都师大人统领三军准备围攻李自成 谁承想 闯逆李自成派出上将高一公勾结辉王府中人 破开宇州城 纵火烧成 宇州城存放在的十多万粮草 进阶复之一具 闯逆趁势发动进攻 我军大乱 都师大人全力应战 难以抵挡 已经退兵到甲县了 都师大人 请太子火速赶回河南 马家直 就是你联合御誓言官 逼迫父皇召回本宫的 哼 佛特 就是本官做的 不我军国大事 你死不足惜 父皇 就因为这些人在朝头上妖言火众 逼迫您将儿臣召回 致使渔州被烧军心打乱 儿臣与孙都师辛辛苦苦打下的大好局面会于一旦 十万将士白白流血牺牲 儿臣 请父皇力斩马家旨 以谢天下 来人 传旨 将马家旨立即押赴五门外 斩首示众 皇上 臣一时糊涂 上了周延如与田红玉的档啊 是他们两个 是他们两个怂恿臣等堂贺太子 说是要逼迫皇上废除太子 另立勇王啊 臣 臣一时鬼迷心窍 方才做了错事 还请皇上恕罪 皇上恕罪啊 田红玉 你做下的好事 来人 将田红玉给朕拿下 押入天牢 严加身心 周延如未早得勾结外戚 阴谋谋害太子 罪在不射 立即拉出五门斩首 满门老小 进阶冲军穷种 永生永世 不得返回中原 调动锦衣卫查抄三驾 所有家产 全部冲入国库 卓田贵妃 禁足欲成功 闭门思过 勇王年幼 交由两位皇后服养 汤国座等所有参与人等 进阶将决一等 法奉一年 隔去本间各职 吴昌石 董廷县 隔去本间各职 交由大理寺审讯 查明后 秋后问斩 即日起 礼部尚书皇制军任首扶大学室 扶持超正 英国公张维贤 总督经营人马 任东阁大学室 参与激务 明日四位阁臣推举贤能 朕着心着生 加入内阁 然儿 你说现在如何是好 父皇 现在朝廷粮草进阶被烧毁 大军心败 即便是儿臣返回河南 只怕也难以往回局面了 好在家县一役 儿臣与孙都师剿灭了罗乳财的草影 巨扣罗乳财已经不复存在了 闯念李自成部同样遭受重创 短时间内他们也失去了侵占河南的实力 一儿臣之见 只需要留孙都师主持河南陕西军阵事务 积蓄力量 待到明年年初朝廷前梁足备 大军养精徐锐 方才是围剿李自成的最佳时机 只是孙传廷一人镇守河南与陕西 能不能挡得住李自成 父皇放心就是 如今李自成伤亡惨住 无力进攻 我军虽然败了一阵 可是实力尤存 特别是儿臣收复了罗乳财麾下两三万兵力 其中单单是格索五银金旗就有上万 还有儿臣的五千金旗在 万无一失 况且 现在朝廷刚刚经历一场动乱 朝局动荡 儿臣正好留在京城 帮助父皇稳定朝局 既然如此 卓内阁拟址 孙传廷依旧总督河南 陕西 山西 湖北四省军政事务 演练士卒 待到明年 在禁兵围剿李自成 皇上 田县将是欲血奋战 剿没了巨口罗乳财 重创李自成 也是天大的喜事啊 正依靠赏三军 孤舞三军士气 也好消除找回殿下在军中造成的动荡啊 英国公所言极是 着李部与兵部续工 按军功赏赐三军 父皇 其余各部着兵部李部续工 但是有几个人 儿臣另有打算 你说 第一 罗乳财会下部将贺一龙 刘西遥归顺朝廷 儿臣为二人请公 可以加封二人为卓州记州总兵 他日河南战事终结 另二人率领麾下荆旗 拱卫京城 若是女真铁骑再度前来 可保金城平安 第二 左良玉离间李自成与罗乳财 却为首功 然则左良玉节奥难治 儿臣以为可以给他加九江伯 第三 破冲儿臣太子卫 从现在的五千兵力荆旗 破冲为五千荆旗 一万金族 张之吉护卫渔州 头谋有方 陈寝锋张之吉为东宫卫指挥室 常义邻永贯三军 宇克强底 为东宫卫指挥牵势 共同同领东宫卫 二人出阵如州 防御李自成 最后一件事 召回儿臣麾下上将卢太行回朝廷佣 另有任用 卢太行 然而 朕记得各家将门之中 没有卢太行此人呢 父皇说得对 他并非将门子弟 不过 他却是忠良之后 待到他回京之后 儿臣再与父皇细说他的事情 父皇 河南大军其余将士 着兵部礼部续工赏赐即可 剩下的事情就是藩王之士了 如今 不管是内奴还是国库 可是现在各地的藩王却是每天锦衣玉石 坐在金山银山上的 他们想象不到朝廷有多艰难 同样 父皇也想象不到他们有多么的富有 可是 他们家业再大 那也是历代藩王积攒下的 朕即便是皇帝 也总不能逼迫他们献出家产吧 那未免也太